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考察组还得知 一场大雪过后 登上这里的制高点 八角寨顶峰极有可能一睹海上仙山的奇景 而对海上仙山当地有一个说法叫鲸鱼闹海 这到底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看到这冰雪的世界 您恐怕很难想到 这是位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的群山 一场大雪 把这里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雪下了十几厘米后 气温也陡降到了零下三四摄氏度 连绵的林木幻化出成片的雾松奇景 把山野装点得静谧安详 这天一早 雪停了 考察队不顾道路施滑 再次攀登八角寨 去寻找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历经三个多小时 考察队终于攀爬至八角寨的最高峰峰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大雪过后会出现鲸鱼闹海的景观呢 对此专家说 伴随着雪的融化 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半空遇冷凝结成浓厚的云雾 由于这片区域三面环山 地形相对圈壁 云雾不会被风吹散 海上仙山便由此呈现在大家眼前 随着云开雾散 群山逐渐现出真身 旅人们看到 所有的山体都呈现西堤 东高 向着相同方向绵延的态势 难怪当地人会把它们称作螺丝山 这山形与南方水田中的螺丝真有几分相像 大片群山应何呈现出如此整齐划一的山形 格局 这种难得一见的景致 是源于强烈的共造运动 还是大自然风雨的侵蚀呢 一大片丹霞风乱 全部都是一侧倾斜 一侧倒立 这番景象用鲸鱼闹海来形容 非常贴切 专家说 初看上去 这种地貌可以归为地学研究中的丹斜构造 那么什么是丹斜构造呢 大家来看看这张图 所谓的丹斜构造就是受地壳运动影响 原来水平的岩层发生了倾斜 那岩层层面和水平面形成一定的夹角 这个岩层向同一方向倾斜 便称之为丹斜构造 接下来专家说 我们需要掌握这片区域岩层的走向 倾斜的角度 分布规律等信息 才能够了解这片丹霞山的地质历史 然而 由于群山顶部受风雨侵蚀显著 要想获知岩层倾斜的角度 需要选择山体中部的一道特定的岩层进行测量 专家建议 前一次考察 大家途经的生死谷 就是一个理想的岩层观测点 生死谷位于螺丝山山体的山腰位置 曾令峰教授推测 历史层很有可能呈一个斜面向周边延伸 因此 从山体另一侧崖壁上找到同一历史层 再将两个区域的海拔高度等数据进行计算 便可得到沿层倾斜的角度 八角寨所在的山体 北东南等方向 均是斗崖绝壁 融合才能到达斗崖近前 近距离观察呢 幸运的是 桂林市一支专业探险队 正在这一带进行训练 在充分沟通后 探险队欣然同意 协助大家完成这次地质科考 看起来 算了滚过来 滚过放过来 快点啊 对好 它刚刚在探哪里 探下地给它 吃掉了 看起来 看起来 可以没有 可以了 好 这一天 探险队决定采取单绳垂降的方式探查掩壁 然而山中多变的气候 给科考行动出了不小的难题 现在这个雾很大 现在山顶上那个看不见 我们从上面下来的话 看不到脚下 未知的一些危险 没办法去预判 再去找另外一条路 行行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对对 OK 大家在这里慢一点 一定要慢一点 因为这个是非常滑的 它不是雪 首先要降低一点膝盖 中心下降一点 要不然就是靠这边低一点 要不然到这里以后 要不然就扶着这里走 OK 这样子扶着也可以 一定要慢一点 这样子啊 真的好 新选取的垂降点 距生死骨大约600米 专家估算 历史层有可能位于大家脚下 百米左右的崖壁上 这里的能见度 比前一个垂降点好一些 但雾气未散 岩壁湿滑 单绳下降依然有风险 探险队中最负经验的牛队长 先行探路 全拉 直接拉上去 探陆队员顺利在崖壁上打好锚点 等到雾气消散 考察队准备下降 由于牙壁的侧面呈圆弧形 队员们需要翻出栏杆 在悬空的状态下接近牙壁 而悬空对于毫无经验的设置组成员来说 无疑是一项挑战 下面会很滑 有很多的柴形 脚一定要慢 不行的话 就用膝盖顶掩壁 加油 队员们攀着绳索 小心翼翼地下降着 渐渐地 沉积岩的纹理 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它们同样是西堤 东高 如同树叶般 一层层延长 二十分钟后 下降了大约七十米 历史层并未出现 稍事休息后 队员们需要换绳过锚点 你的右脚发力的方向 是向后下方 你的眼睛跟这个锚点持平 降到这么低啊 对 可以从上面 拿上面 对 可以拿上面 好 那个腰部往上平 很好 再起来一点点 很好 我们已经过了第一个锚点 准备继续下降 就在锚点下方的岩壁上 考察队员终于有了发现 现在我们大概到了离地面八十米的高空 在这里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岩石 此时队员看到 粗糙的崖壁上镶嵌着大小颜色不一的碎石 它们构成一个倾斜的条带 从西向东 延展着 有白的 黑的 还有红的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放大镜下 这些碎石光洁而晶莹 具有石英岩的典型特征 与周围的沙岩迥异 这会是考察队期待找到的那道 历史层吗 在测定了海拔高度等数据 采集了岩石样本后 队员们继续下降 这里的崖壁和地面几乎成90度了 脚下先踩稳一步再走另外一步 又过了两处锚点 全员顺利垂降到山体的底部 专家比对炎药后得出结论 生死谷密布孔洞的岩层 与600米外崖壁上的石英岩条带 属于同一道历史层 这层嵌在山体中的历史 成为了我们科考行动 极佳的参照对象 接下来 考察队根据已经掌握的数据 计算出山体岩层的青角 为24度左右 专家告诉大家 八角寨区域的岩层青角较大 整片区域产状高度一致 这无疑表明历史上 这片广大区域受到过 强烈的构造运动影响 而与此同时 一座座丹霞孤峰独特的样貌 预示着曾经发生的构造运动 有着不同寻常的复杂的一面 专家的一番描述 为队员们勾画出八角寨 丹霞第一毛区千百万年的演化背景 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八角寨的丹霞地貌 深藏在南岭山脉中 南岭山脉的高大山岳林寺致笔 为何唯独在滋源县的这片区域 幻画出此等绝佳景致呢 为继续探寻螺丝山群的奥秘 专家建议扩大考察范围 滋江发源于岳城岭山脉的最高峰 毛尔山附近 一路北上 最终注入洞庭湖 专家说 罗斯山丹霞地貌的行程 与这条江关系密切 滋江沿岸植被丰富 孕育匆匆 这天 考察队便在江边的丛林中 邂逅一位采药老人 老人说 他正在寻找一种 名叫金血藤的中草药 一月初 雪将一切都覆盖在了地下 熟悉林间地形的老人 也不免发了愁 挺难找 路不好找 我们也到处找找看 在丛林间穿梭许久 老人终于有了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到那个鸡血藤了 这就是鸡血藤 对 此时队员得知 老人这次进山寻找鸡血藤 是取他的另一个用途 给河灯上色 拿回家把它切成片 晾干了 用酒精泡 用开水煎 颜色它是像那个鸡血那个颜色 挺炫艳的 我们独独都用它 老人说 放河灯是自将沿岸人民 沿袭已久的祈福风俗 而最好的河灯 一定要用天然的颜料制作 鸡血藤加工而成的红色枝叶 正是理想的选择 三天后正是农历十五 当地人在自将举行了盛大的放河灯活动 在他们心中 资江就如同母亲河一般 这盏盏河灯表达了人们对这条江的感恩之情 资江不仅潤泽了一方水土 养育了一方百姓 在地质专家眼中 这条江还浓缩着这片区域千百万年来的复杂演化历程 这一天队员们在资江沿岸考察时 突经一处废弃的采石场 我们就沿着边上走个资质型到上面的平台去 很快专家陆刚便在裸露的沿层中发现了端倪 原来这种被称作绿泥石的矿物 只有在高温高压下才能形成 是大型断裂带最直接的证据 我们看到的这条巨大的规划十亿元带 就是资源到新宁这条大断裂的重要表现 这条断裂活动的时间非常长 到现在还有表现 专家说资源新宁断裂带 是广西北部极其重要的一条断裂带 今天的滋江正是沿着它向北流淌 断裂带的周边构造运动非常活跃 不仅孕育出了罗斯山丹霞丰丛 还形成了更为雄奇的地质景观 考察队一行沿滋江流域继续科考 前方出现一座高山 向导告诉大家 这就是逾越成岭山脉第二高峰 珍宝鼎 它孕育出了远近闻名的一座瀑布 宝鼎瀑布 向导告诉我们 瀑布共有九级 总落差近七百米 你看白色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半斤 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石英脉 通过查阅地址图 曾老师发现 宝鼎瀑布所在的整座珍宝鼎 岩石性质非常单一 一整块的这个花岗岩的岩体 曾老师告诉队员 远古时期曾深藏地下的花岗岩 如今大面积出路 耸立成海拔高达两千多米的山峰 这表明 滋江以东的地区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剧烈的台声 这股台声的力量极其巨大 它不仅让一整块巨大花岗岩岩体 耸立成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峰 还带动西侧区域的沙岩层 发生倾斜 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单斜构造地貌 至此 我们终于解开了 罗斯山岩层倾斜的谜团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倾斜现象 只是自然之手塑造八角寨景观的第一步 专家判断 在珍宝顶以西的广大区域 一定存在着众多平行的小断裂带 它们才是雕琢八角寨 丹霞地貌景观的关键环节 那么 资源新宁断裂带的活动 到底是如何雕琢出八角寨 奇异的丹霞风鸾地貌的呢 专家建议 考察队回到此前观云海的八角寨封顶 探寻构造运动形成的众多列系 与罗斯山丹霞地貌之间的种种联系 这天午后 考察队再次登上八角寨封顶 向导告诉我们 这八角寨封顶共有八个外翘的角 现在雾气浓重 我们只能隐约分辨出三个角 其中最突出的角 正是陡君异常的龙头香 就在龙头香延伸出来的颜面上 考察队发现了重要线索 这就是一条小段的 规模虽然不大 但是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借助仪器 陆老师测出 这道小段层为北东走向 与之前考察的段列带走向几乎一致 随后考察队来到了山顶 另一座角峰上 这个龙头香这条山梁 跟我们现在站的这个走向几乎是平行的 实际上它这个走向跟我们刚才测量的那个小段列几乎是一致的 接下来陆老师为大家还原了这片单峡地貌复杂的成长轨迹 原来一万年前 如今的八角寨区域是一座山间盆地 此后千百万年 强烈的构造运动 使四周山体不断抬升 由此自然降雨不断地将泥沙汇入到盆地中 形成了巨厚的沙岩 近两三千万年来 随着整个南岭山脉的龙起 八角寨的西部 南部 东部 接连耸立起高大的山峰 它们在龙升过程中 不断挤压中部的丹峡沙岩层 形成了北东向断裂为主 多种列系交叉的网状断裂构造 此后 在自然风雨侵蚀下 一座座丹峡栏被流水侵蚀切割出来 日积月累 逐渐形成了我们眼前看到的丹峡丛 它们被包裹在崇山峻岭当中 不仅成为绝佳的地质景观 而且 因其迷宫般的地貌 和多变的局域气候 成为千百年来 周边百姓躲避战乱 自保求生的一方福地 考察到最后 专家又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 一百多年前 债民躲藏在这片迷宫一般的 丹峡丛内 外人一进来 便容易迷失方向 而债民却能够在其间穿梭自如 他们就是根据这些 螺丝山倾斜的方向 来辨别东西南北的 有趣的地质运动 造就了奇特的山水 无意之中 又忽悠了在此定居的百姓 人们的生活 与这片山水紧密相连 共同谱写了 一曲曲和谐共生的动人乐章 或许这也正是当地人身上 所表现出来的浓浓乡土情的重要原因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集再见